Hello 大家好 很久没有为大家算这个保养成本了 所以今天我要算的是什么车呢 最新的小改款 Toyota Vios 那这个小改款 Vios 其实在这一回 它是配备上更加的丰富 也更加跟得上潮流 单单那个前方的 LED 头灯我就觉得很漂亮 而且这一回原厂还追加了一个 GR Sport 车型 在动力以及底盘的调教上是有所不同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那除了这个 GRS 车型以外 其实这一回这个小改款 Vios 还是维持了之前的 JEG 三种车型 在动力方面也是依旧搭载同一具 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并搭配 CVT 无段速变速箱 所以话不多说 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算一算 养这一台日系 B-Segment 轿车要多少钱 首先就让我们来讲一讲 Normal Service 的部分 那根据 Toyota Malaysia 所列出的保养列表 其实 Vios 是有分成几种 Service 配套的 主要是在这个黑油方面有所分别 分别是有 Mineral Oil 半合成 以及全合成的机油 在这里我们是推荐使用这个全合成机油 也就是它的 Advanced 配套 基本上是每 1 万公里 Service 一次 那这个全合成机油又有分成 0W 20 以及 5W 40 两种 在这里我也就做出这个列表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价钱 那从我旁边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你一次的 Normal Service 它的人工大概是在 117 令吉左右 同时呢 还有几样像是这个黑油哥啊 Drain Plug Gasket 等等的 大概都是这样的价钱啦 不止如此 原厂也会建议你更换这个大进水 Top Up 啦 不是更换 就还有一个消毒的东西 加加满满到来大概一次的 Service 是大概在 300-400 令吉左右 除了这个 Normal Service 以外啦 Toyota Malaysia 基本上也建议你在 4 万 以及 8 万公里呢 另外更换这个刹车油和 Air Filter 也因此呢 这个总数就从原本的 300 多 变成 500 多 那在这里我就列出这个 使用全合成机油之下的 Package 啦 你的头十次的保养会是多少钱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 4 万和 8 万以外呢 平时的 Service 都是 300 多到 400 多 这一方面呢 最主要是看你选择的是这个 0w 20 还是 5w 40 的全合成机油的 接下来呢 我又列出第 11 到 20 次的 Service 给大家参考一下啦 我们可以看到 12 万 16 万和 20 万公里都是比较贵的那一次 也就是 500 多 其余呢 都基本上是 Normal Service 这一方面基本上 Toyota Malaysia 已经是把它配套化了啦 所以在价格方面其实已经是 standardized up 的 不过呢 我们从这个原厂的 Service Schedule 就发现到一件事 那就是 Toyota Malaysia 并没有把你的牙油 还有这个火星塞 放在这一个 Service 里面 而我在找了资料过后啦 我就发现到 其实 Toyota Malaysia 在这方面它是推荐 你在 8 万公里换一次这个牙油 那因为 Vios 啊 它现在是使用这个 CVT 无段数变速箱 所以在这个牙油的部分其实是会稍微比较贵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我们可以看到啦 这个牙油的 单单牙油而已就 200 多了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人工啊 以及其他的这个部件呢 整个其实是 290 多令吉的 但是如果你拿一个 Package 的话呢 它直接算你 290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选择在这个 8 万公里换夹油的话呢 那你这个 8 万公里的 Service 啊 整个 Toyota 接近就是 800 块 如果你选择是 5W 40 的这个全合成机油的话 这个总数将会达到接近 900 块 至于在火星塞的部分啊 Toyota Malaysia 给你的是这个 Iridium Spark Plug 那它们是推荐你每10 万公里换一次 价钱方面 单颗的价钱为 89.3 4 颗的话呢 总数是 357 块 2 毛啦 不过呢 同样的它也是给你一个 Package 直接做一个整数 350 令吉而已 那讲完了这个原厂的 Service 价格啦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消耗品的部分 首先我要讲的是刹车片 大家从旁边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 其实 Vios 这一款车啦 在刹车片方面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 包括有这个 OEM 啊 所谓的 OEM 啊 还有原装的刹车片 以及性能版的刹车片 当然这一些价格呢 并不是原厂的价格 而是我在外面问到的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最便宜的自然是 OEM 那我个人其实是建议你选择原装的 又或者是这个性能刹车片 好像 Project Mew 或者是这个 Works 等等 价格方面其实并没有相差太多 不过呢 这个只是前面的这一对刹车片而已 后面呢 其实这个 Vios 它的 EG 以及 这个最新的 GRS 车型啊 都是使用后轮的这个叠刹 因此呢 这方面我也顺便就列出这个 后面叠刹的刹车片的价钱给大家参考一下 至于这个最入门的 J 版本呢 则是使用古刹 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古刹其实也是有刹车片的 但是这个刹车片基本上 寿命是相当的长的啦 除非你是真的是很出用 不然基本上三四年以上可能你才需要换这个 古刹的刹车片 走路别看路 幸好我使用 BANDICS BATER 跟 TITANUM 它具备了抗热衰退 更长的寿命 适合激烈驾驶 和高载重的驾驶 绝对是你爱车的必备凉拌 嗯 讲完了这个刹车片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轮胎的部分 在轮胎的部分呢 其实这个 Vios 这一回是有三种尺寸的 包括这个 J 版本的 185 60 15 还有这个 E 和 G 所使用的 195 50 16 以及 GRS 所使用的 205 45 R 17 在这边我就做出这个列表给大家查找一下 基本上我这个15寸和16寸呢 基本上它的一个单客的价格 都是在百多到两百多之间 至于 GRS 的这个 17 寸 自然是会贵一点点啦 大概介于 200 多到 300 多左右 一条哦 至于在这个电池的部分啊 这个 Vios 所使用的所谓的电箱 它的尺寸为 NS 60 L 在这边呢 我就列出这三种不同规格和性能的电池 的价格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然性能越好的话就越贵咯 嗯 那讲完这个基本的消耗品以后啦 接下来我就讲一讲一些 车零高了过后 可能所需要更换的一些部件 其实呢 Toyota Vios 基本上也算是一台 构造很简单的 B-Segment 轿车 所以其实在保养品部分 它也没有什么好翻的啦 所以我就先讲一讲 这个车脚的部分好了 首先就是 Lower Arm Lower Arm 的话呢 这个 Vios 它一个 Lower Arm 的价钱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包括安装的 接下来就是 Absorber Mounting 这个部件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随着你的车零越来越高 它就会开始老化 然后就需要更换 那其实在 Vios 身上呢 并不会太贵 大概 150 到 180 左右 就可以换到 讲话黄定 接下来就直接到这个重点 那就是 Absorber 了 那其实 Vios 这台车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在泰国也是有很多人在玩 所以呢 这一方面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选择 像是这个 OEM 也就是所谓的 Aftermarket Absorber 还有原装的 Absorber 在这边我就列出这个价格 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使用这个原装规格 你想要追求更好的这个驾驶感受 想要 Upgrade 一下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选择这个运动型的悬吊 像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名牌改装品牌 也就是 TEN 它就有推出 专门为 Vios 所打造的这个运动型悬吊 价格方面呢 我记得是蛮贵一下的啦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不过呢 最贵的还是这个所谓的竞技版 也就是可调式的避震 Adjustable Coil-overs 它的这个价格我记得 For Vios 的话呢 都是 RM3,000- RM7,000 讲完车脚和底盘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 抖动的凶手 那就是 Engine Mounting 啦 其实 Vios 的 Engine Mounting 并不会太贵啦 那它主要是有三颗 分别是两粒大粒的 以及一粒小粒的 那这个大粒的咧 大概是 400 多块一粒 小粒的呢 则是 200 多块一粒 据我所知啦 你是可以分开更换的 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建议 一次过直接换到完 总数方面加到来 大概是接近 RM1,000 左右 这样子上下啦 嗯 这样还有什么呢 啊 Aircon 在 Aircon 方面呢 其实这个 Vios 也是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构造简单的车 基本上你只要担心的就是 进 Gas 又或者是最糟的情况 就是换这个 Compressor 在这边呢 我也就做出这个列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 Aircon 方面 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OK 啦 那好啦 以上呢就是这个 Toyota Vios 在保养方面 它的这个成本 费用 还有一些零件 以及你需要注意的东西啦 so 在这边呢 我也顺便为大家算一下 你买了这一款 Vios 你在每年的 这个基本保养成本方面 是多少钱 我们先假设你一年 大概开个两万公里左右的话呢 五年下来 你的基本保养费用的总数 是三千六百令吉 这个呢 是如果你选择 0W20的全合成机油的话 如果你选择这个比较保险的 5W40的全合成机油的话呢 它的总数将会提高至四千五百令吉 当然这个是一个保守估计啦 如果你是比较常开车 或者是你真的是拿来出用的话呢 这个费用自然是会高出许多 讲完这个保养费用 接下来就到保险的部分啦 我们假设你 以这个 NCD 0% 来计算的话呢 基本上 JEG 还有这个 GRS 的车型 每年的保费 大概都是在两千多令吉左右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走路别喝路 幸好我使用 BANDX VATER 跟 TITANUM 它具备了抗热的衰退 更长的寿命 适合激烈的驾驶 和高载重的驾驶 绝对是你爱吃的 必备凉拌 好啦 那今天这个保养系列的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觉得 Toyota Vios 这台 B Segment 的日系轿车 在保养方面呢 费用是高还是低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而关于这个最新的小白款 Vios 我们也会尽快向原厂安排这个试驾车 然后为大家呈现试驾的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们 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志祺你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